所以这个中间 什么时候传信陈佩奇 甚至于收押陈佩奇 就要看北检掌握 我的资料那有多少 一旦收押的话 这个案子只会向上发展 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华说清楚 讲明白 9月30号 北检可能会传陈佩奇 传陈佩奇 就是北检出的杀招 大概也是五项 第一个 你把过往的金流给我说清楚 第二个 陈佩奇的钱 多少从柯文哲这个地方转过来的 柯文哲是怎么交代的 那你第三点 如果 他们夫妻两个人的所得 他们夫妻两个人的所得 是超乎了其他的 就如同陈佩奇讲的什么广告了 稿子了 上通告了 演讲了 还有如何如何这一些非本业的业务的金钱究竟从何而来 这个是第三个 那第一第四个 他们是要确定基金会有多少 因为他有三个基金会 基金会的钱 陈佩奇有没有参与 陈佩奇有没有参与 好 那第四个 钱的来源 陈佩奇究竟知不知道 是从何而来 那第五个 如果这些总数相加 跟你支付的比例 不成比例的话 你好比说 那你一年赚的钱 你只有1300万 可是你汇出的钱 将近有2000多万 那请问你700万的差额是从何而来 大概就是这五个题目 这五个题目就要问陈佩奇 虽然现在台湾的新闻界已经传了出来 明天会传陈佩奇 我看是未必 这一定要先问完李文中 或者问了 问了 问了朱雅虎以后 可能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所以就这一方面来说的话 要陈佩奇说清楚 讲明白会不会成为压垮 柯文哲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完成了金流的最后拼图 可以说我是打一个问候 确确的说了 今天我们看柯文哲的问题 他很麻烦的地方 他不像郑文哲的那么单纯 那所谓郑文哲那么单纯 就在他家里面收出来的钱 因为他说不清楚 钱的来源 再加上这个案子又有污点证人 所以郑文哲现在已经在司法上面 要陷于苦战 他的案情是比较单纯 不像柯文哲 又有民众党 又有柯文哲 又有金华城 还来北市科 因为他金钱的来源是多元化的结果 究竟这些钱到什么地方去 又会转到什么地方去 可以说民众党人未必清楚 也可以说陈佩席也未必清楚 毕竟他截至目前为止 他只是柯文哲的夫人 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的夫人 他不是民众党的副主席 他也不是民众党的财务 现在麻烦的地方是在这里 但是这些钱一定要勾连在一起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柯文哲三等亲 陈佩奇三等亲内的钱 在9月28号以前 应该已经全部查完了 我讲的是三等亲 好比说是他哥哥的小孩 或者是他哥哥的太太的家族 就是三等亲以内全部查完了 在9月28号这一天 应该北柬已经通查完了 就是说他们家族金钱上的某一些来往 现在北柬已经通通查清楚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 直接两段跟我讲 他说9月28号应该已经查完了 竹竹那个时候从 从8月都开始查的 查了一个多月 现在总算把他的三等亲的家族的金流 完全查完 完全查完 当然这个中间是有若干的疑点 那各位就去看我所说的五项疑点 第一个 陈佩奇究竟知不知情 第二个陈佩奇到底知不知道 这些钱流是从什么地方来 第三个陈佩奇有没有转会到其他地方去 除了自己的小孩以外 除了自己的小孩以外 有没有转到其他地方去 或者其他的钱转到这个地方来 这第三个 那第四个 柯文哲对于陈佩奇的金流 那我讲是柯文哲对于陈佩奇的金流 他是讲的非常的清楚 但是陈佩奇讲到柯文哲的金流 他未必清楚 这第四个 那第五个 等到传讯陈佩奇的时候 那很多事情 陈佩奇坚称不知道的话 那请问一下 会不会压陈佩奇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讲 说清楚 讲明白 现在北浅显然对于柯文哲的金流 引进 节折而渝 就希望一网打尽 但是这个一网打尽 有没有侵犯到 人权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 事实上这件事 你把他三等轻 通通都给搅进来 你莫非是暗示柯文哲 他的白手套是他的三等轻吗 坦白说 包含朱亚骨 包含李文中 还有李文娟 还有民众党过去 掌财务的人 他们的金流 北浅也查了一遍 北浅不但查 而且从源流开始查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现在北浅收押什么 朱亚骨 收押这个人 那个李文中 沈庆金等等 那些只是做出样子而已 但是真正来讲 你北浅现在已经不甘于办 独立案为满足 他一定要办 独立收贿 独立收贿的话 在赖清德面前 自然可以计一个大功 如果他只办独立的话 那请问 柯文哲可不可以检举赖清德 你在台南市的那些地 我过去曾经讲过的那一些地 你有没有独立某些厂商 大家比照办理 如果民众党人要告发的话 那台湾是永无宁日 所以我们基于这一些 这么说好的 陈佩奇是不是柯文哲的最后一根稻草 还是金流最后一块来的拼图 但是就我所知 陈佩奇他汇出去的额度 如果是用审庆金的标准看的话 那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这个中间 什么时候传讯陈佩奇 甚至于收押陈佩奇 就要看北检掌握 我的资料那有多少 一旦收押的话 这个案子只会向上发展 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 只要陈佩奇的那一天 他被传讯由被告 由证人转被告 然后比照李文中模式处理的话 那这个案子就可能向上延烧 向上延烧的结果 我不相信美国不会出面关切